好 我們來看一下 現在目前 美中印太的戰略 是不是有可能在南海這邊 首先爆發戰爭衝突 因為美軍的軍艦 擅闖仁愛礁鄰近的海域 所以解放軍的南部戰區 也是跟監警戒 他們在12月4號的時候 沒有經過中國大陸的批准 非法闖入了 南沙仁愛礁附近的海域 解放軍的南部戰區的 組織海上兵力 全程的跟監警戒 南部戰區的新聞發言人 就提到了 他說是美國蓄意要攪局南海 嚴重侵犯到 中國的主權跟安全 嚴重違反了國際法 跟國際關係的基本準則 這充分說明 美國就是南海穩定的 最大威脅 菲律賓則是有提到 這裡有畫面 我們來直接看一下 他說有超過135艘的 中國大陸的船隻 進入到菲律賓的岸礁海域 所以日益增多的 中國大陸的漁船 令人非常的震驚 然後他們說 這些船隻分散在 菲律賓的經濟專屬區 東沙群島的東北端的 牛厄礁上頭 距離最近的 中國大陸的主要陸地 海南島 大概只有1000公里左右 所以菲律賓講說 沒有 你們中國大陸也有一些動作 所以也要予以反擊 我們看到 習近平也視察了海警 就是東海戰 這個東海指揮部這一邊 來強調提升海上的 維權執法能力 他透過影片來查看 這些海警的艦艇 這些編隊 執行任務的一些狀況 強調就說 一定要維持領土的主權 跟海洋權益 所以現在看起來 到底是怎麼樣呢 菲律賓要聯手 法國 美國跟澳洲 要來聯防中國大陸嗎 在12月2號的時候 法菲兩國的防長簽署了合作意向 要促進雙邊的國防合作 另外菲律賓也跟美澳簽訂了 這一類的相關的協議 所以感覺上面 菲律賓真的動作非常非常的多跟頻繁 難道南海這邊有可能先擦槍走火嗎 再來鴻海這邊也陷入到另一種美中的角力 美軍的軍艦多艘的商船 在鴻海被襲擊了 這是一艘美國軍艦卡尼號 跟這個多艘商船 在周日的時候在鴻海遭到了襲擊 美軍也為此擊落了三架無人機 夜門的什葉派激進團體 青年運動叛軍 他們就講說 有對兩艘以色列的船隻進行攻擊 所以人家講說 這個夜門胡塞背後可能是伊朗 伊朗現在目前跟中俄的關係 也挺好的現在鐵三角的關係 所以是不是也陷入到另一種 延伸解讀就是說 另一種的中美角力 美國當然不會善罷甘休 他們已經講說會做一些適當的反應了 因為通常美國他們講說 這個背後可能是伊朗促成的 所以他們應該會有一些相關的報復行動 就像之前伊拉克的民兵突襲美軍 結果反而遭到轟炸 所以現在駐叙利亞的美軍 對敘利亞政府控制之下 其實他們有一些相關的回擊動作 也就是說只要被攻擊 美國通常是一定會予以反擊的 所以這件事情恐怕也會再掀起 紅海這一邊的另一種風波 再來我們看一下美國的一些盟友 也都遇到了一些恐攻的事件 比方說像菲律賓南部的大學 他們的彌薩爆炸案 造成了四死還有數十傷 伊斯蘭國現在宣稱他們是犯案的 還有法國巴黎鐵塔旁邊也出現了恐攻 因為嫌犯是大喊真主至大 嫌犯被逮捕之後他們講說已經無法看到 穆斯林繼續在阿富汗跟巴勒斯坦上命 所以現在越來越多的穆斯林 已經產生了對於美國這樣子的一個國家 或者是說以色列 美國這種以美國為主的這種這樣的一個 世界上的一個氛圍 所以開始陸陸續續出現了一個恐攻 以色列現在不甩這些休戰的呼聲 他們還要繼續再轟炸加薩 目前加薩這邊死亡人數還在上升 已經到了一萬五千人 以色列的國安局長還曝光了一個英黨 曝光英黨的主要用意就是說 他們一定要獵殺哈馬斯分子到天涯海角 他們透過以色列的公共廣播公司 放出了這段英黨 他們講說現在要獵殺包含了在黎巴嫩 然後土耳其卡達這邊的一些哈馬斯武裝分子 甚至花上數年都在所不惜 這讓大家想到之前1972年的慕尼黑慘案 當時也是巴勒斯坦的武裝組織 當時叫做黑色九月 他們襲擊了參加奧運會的以色列代表團 11人全部身亡 以色列的特工組成的死神突擊隊 對黑色九月組織展開了報復性的跨國暗殺 這個行動代號就叫做上帝之怒行動 這個行動還進行了9年之久 將暗殺名單上面的10名黑色九月武裝人員 全部都成功的暗殺 也就是說以色列不會輕易的放過 就是對他們產生攻擊的這樣的一個對象 所以他們要殺哈馬斯到天涯海角 感覺上面也有可能會從復刻 慕尼黑這個事件他們的上帝之怒行動 但是我們看到現在強森要啟動對於拜登的彈劾調查 因為他們說相信共和黨人已經有足夠的票數 可以正式啟動對於拜登的彈劾調查 最快這個動議會在下週提上這個議程 首先我們來請教一下賴老師 南海的這段時間又開始起了很多的波瀾 那麼包括美國的軍艦 侵入了我們的領海12海里 中國大陸的軍艦就也進入12海里 把美國的軍艦驅趕 而民進黨當局卻什麼聲音都沒有 這點坦白說對我們的海軍來講 對我們的海巡俗 對我們的維護12領海的主權來說的話 是情何以堪 也就是說要不就是兩岸攜手 一起來驅逐外敵 但是我覺得以目前來講 民進黨又導向美國 然後又不跟大陸來合作 然後又要去對於美國的入侵 我們12海里又不啃一聲 我覺得這個都是已經到 錯亂的一個地步 真的應該要糾正回來 南海為什麼這段時間突然間亂起來 我覺得最主要的就是因為 南海共同行為準則 已經快要完成了 南海共同行為準則 它基本上文字稿已經完成 那麼已經開始進入文字稿的修正了 也就是說到第二讀了 本來卡在誰手上 卡在越南 去年2022年10月 阮富仲就是越南的總書記 受邀到中國大陸去訪問 那個訪問是成功的 成功了以後就同意承諾 要推進南海共同行為準則 所以等於是原來卡關的越南 已經看起來這個障礙已經擺除了 本來估計今年已經年底了 本來估計今年就會通過了 就在這個時候變化了 中國大陸也要趕快把菲律賓拉住 所以在今年年初的時候 新商任的總統小馬克思 到中國大陸訪問也成功的 結果開始美國落意不絕的就來了 包括賀錦麗 包括國王部長 包括外交部長 什麼人都來了以後 突然間小馬克思 180度的轉變 這一轉變 南海開始不平靜到現在 不平靜到現在 所以我們就清楚的感覺到 就是說美國一定要毀掉 這個南海共同行為準則 為什麼 因為這個行為準則 一旦簽訂是10加1的簽訂 所有域外國家都被排除在外了 所以你日本也好 澳大利亞 美國 英國 法國 所有的國家 你進入這個海域都要遵守 南海共同行為準則 不然你就跟東盟的10個國家 跟中國大陸為敵 等於是這個行為準則 把10跟中國 東盟跟中國都拉在一起 來對抗所有的意外國家 近來要完全遵守這個準則 以美國人來講的話 他怎麼可能遵守你定的規則 所以才會叫菲律賓鬧成這個樣子 菲律賓鬧成這個樣子 其實菲律賓內心裡面也很恐懼 所以新加坡的李光耀 已經警告菲律賓了 說你要鬧到什麼時候 你要鬧到去打架嗎 我們東盟不陪你玩 你就可以知道菲律賓在南海 已經玩到天怒人怨 現在就是美國怕菲律賓後退縮手 所以美國就要硬挺菲律賓 而且逼著菲律賓給我上架 所以它的平海戰鬥艦出來 不過跟觀眾朋友介紹一下 我想等一下會介紹更多 這個艦美國已經不生產了 這個艦速度雖然很快 但是很脆弱 所以這個艦基本上的概念 設計是錯誤的 台灣仿造了小型的艦 叫做鑽大航母的艦 好可笑是不是 好 來 文聰老師 南海這個當然是一系列的 爭端的一部分 這個潛運就是菲律賓國安顧問 到了中葉島 說這個地方是他們的經濟海運 然後說他們上面建了一個監控站 弄雷達什麼各種各樣資訊 可以做個監控 才不到48小時 忽然間他們發現說 海面上湧出135艘 所謂的民兵船隻 而且你剛剛看到那個畫面 它結成一個很大的一個震 然後菲律賓的海警在那邊 講說可以警告發出各種 中國的船隻你都不理他 所以菲律賓的海警 是要默默彼此就走了 然後中國官方就宣布說 這啥 牛二 這個是在牛二郊 距離中國1000公里 距離菲律賓的巴拉旺 大概320公里 他說這個本來就是 中國的這個領域 我們的漁民到這邊地方避避風 休息一下是非常正常的事情 就是不理他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個地方 不斷的交風角力 剛剛那個賴老師也提到 這美國人在那邊搞鬼 他整個 你想想看 如果大家要合作 我們都看共同的好的部分 如果要製造事端 就找出差異 找雜 那現在美國人就開始 利用菲律賓擴大這個東西 他包括他希望 中國跟整個東協的關係 本來這幾年大家互相合作 互利 生產關係 這個包括外交關係 包括各種各樣的東西 越來越好 互利 美國人一看 那還得了 就開始製造事端 但是中國說真的 他這一次這樣 你有來我就有往 速度很快 但是他不會重距 不會跟他擴大一個事端 但不能示弱 你來的話 我總是要覺得硬硬的東西 中國其實我看到 用了一個比較厲害 他們用外交 用其他的跟經濟的方式 他們想把菲律賓 因為菲律賓雖然是東協一部分 它是比較在海外的 它隔了一個羊 盡量把它菲律賓慢慢 你要跟美國人在一起 把它隔掉 那盡量爭取其他的 東盟國家的支持 用這個東西來慢慢對付 那世界上大家也看得很清楚 好好的一件事情 為什麼不斷的爭端 都看到背後那隻黑手 你不客氣講澳大利亞 你跟菲律賓 跑來這邊給人家聯合巡航 你巡什麼航呢 跟你澳地亞這麼遠 都看得出來是美國人 在那邊主導 在那邊自帶事端 大家也不是傻瓜 不會這麼簡單說 中國因為大 就欺負菲律賓小 大家都看到菲律賓 後面那隻黑手 所以這也是讓事情 在游離有... 然後這個中共就講說 我們是游離有截的 在這個地方做一些反應 這不一樣是 中國是手中代攻 那美國是攻 可是鴻海那邊 我沒時間講 鴻海美國是被打得滿頭包 整個這個現在世界 勢力 衰退 大家已經不聽他的 這邊動 那邊動 美國說真的挨了很多打 中了很多悶苦 就點點不敢說 所以在這個市局的 已經在變化中 南海是其中一環 剛剛賴老師講 我們台灣基本上都不關心 都不知道這個變化 蒙著頭在那邊搞賣蠻果乾 實在是很糟糕 好 請教堅長 剛剛賴老師有問我說 這個濱海戰鬥界 我很快要介紹一下 這是我有史以來聽過 最糟糕 最失敗的一個趙劍案 為什麼美國造的有一艘船 五年而已 才服役到現在五年已經退休了 他所有的都承認失敗 然後還有一陣子說 要給他轉移到台灣來 我想開玩笑 那艘船是戰鬥力弱 當我看到說這艘船 跑到南海的時候 我的第一個直覺就是 美國江河日下 他連這部船都派出來了 他也知道那個船是很失敗的 他也知道全世界都知道 他很失敗 你還把這個船派過來 第二個 南海問題 我覺得我並不擔心 為什麼 因為南海 他是一個面子之爭 他不是生死存亡之鬥 生死存亡之鬥會打到很大 哪裡是生死存亡之鬥 中東 現在的尾巴 我前一陣子 因為我很關心這個 我前一陣子碰到一個朋友 他在對中東非常熟 他曾經在約旦工作兩年 他走過所有神走過的 就是耶穌基督走過的路程 跟著走 而且他邊走邊看聖經 然後我一看到他 我問他第一個就是說 你認為中東問題怎麼解決 他跟我的第一句話說 你一定要從聖經的角度 去看這個問題 那我說怎麼解決 他說無法解決 我一定就很失望 我說那你認為 他說舊約裡面 有一個叫做啟示錄 啟示錄裡面如何描寫 世界末日的你知道嗎 他說世界末日就是有一天 突然有個國家 很莫名其妙的 突然發動了一個瘋狂的攻擊 攻擊我們猶太人 猶太人就是現在的以色列 然後以色列完畢之後 他當作回擊 把這個國家幾乎要打垮 然後接下來全世界有四五十個國家 來一起打以色列 世界末日 然後耶和華就是救世主 就從天而降 那耶和華有什麼像的 騎匹白馬 我看一下全世界好像還 北韓的人喜歡騎匹白馬 然後騎匹白馬 然後他有神的力量 然後讓這個世界和平下來 然後在他的統治之下 有和平 有正義 一千年 各位 你覺得這 你信嗎 我是不信 但你要搞清楚 不是你我信不信 是他們信不信 就是以巴那裡 巴勒斯坦那裡的人信不信 如果他信 就好像這個哈馬斯去殺 你說這個瘋斬 你這個宜卵吉時 他認為他在執行神的一個 他在人間殺一個猶太人 他在天堂可能記憶功 好 我們先休息一下 廣州忙回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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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